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弟兄姊妹 早晨 我們今天來看二初學書的六十六章 六十六章分段就是 第一節到第四節是一段 然後五節到十一節是一段 十二節到十七節是一段 十八到最後是一段 這幾個大段落 第一個大段落我給他一個題目就是 聽呀 至高神看人心 至高的神看的是人的心 第二個大段落我給他一個題目就是 神說以色列必復興 這個是神的心意 第三個大段落就是十七節 這一段給他一個題目就是 看呀 神的愛恨分明 我們的神是一個愛恨分明的神 然後十八節到二十四節就是整個 以色列書的一個總結 神的心意進一步向我們來展明 所以這一章的聖經 其實如果你留心看的話 這張聖經裡不斷地重複出現的就是 也會說如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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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斷地說 不斷地說 不斷地說 當然他不斷說的原因 目的就是叫我們去聽 所以神一二再再二三去強調 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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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聽去到以色列書66章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個聽神所說的說話 直指到永恆的裡面 全世界全人類最終的歸宿 全世界全人類最終的結局 都在這一章裡面去顯明 所以人要留心聽 你不聽 你不知道你的將來會怎麼樣 你不聽你也都… 將來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自己應該站在哪裡 怎麼去面對 甚至人要知道明天的事情 才可以好好地去面對 去預備今天 今天其實是為明天去預備的 是嗎 我們經常都看一些科幻片 如果有人可以告訴你 後面的事情會如何的話 有人可以掌握到後面的事情 會怎麼發生 這個人就不得了 他可以統治世界 是嗎 簡單來說 如果我今天就已經告訴你 下期六合彩開甚麼 下一個月的股票指數是多少 你知道這些將來的事情的時候 你今天是不是就好好預備 等到這些日子來到的時候 你一定是… 你一定是飛黃騰達 所以其實神早就已經把後面的事情 告訴我們 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智慧 我們懂不懂得去聽 我們懂不懂得聽 然後就是在今天就預備 為這個明日來預備 為這個終局來預備 好 我們今天來看66章 我們將剛才說的那一番話放在心裡 再去看這一章 你的感受會不一樣 你的得著會不一樣 因為你對這一章裡面所說的東西的重視的程度 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個大段落 那個一 信文說 以後話如此說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腳凍 你們要為我做何等的電乳 哪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以後話說 这一切都是我手所做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所看顾的 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说话而战经的人 假冒为善的再牛 好象杀人 献羊羔的好象打折九汉 献贡物的好象献猪血 烧乳香好象清重偶像 这等人揀选自己的道路 心里喜悦 行可憎悟的事 我也必揀选迷惑他们的事 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 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 我说话他们不听从 反到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简算我所不起穴的 这一章圣经一开始的时候 耶和谷如此说 神自己来陈述 自己来说明 神说什么呢 神说天是我的在位 地是我的脚踪 你们要做何等的电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 所以神一开始 点名一点 这一点所点名的是什么呢 神是高于诸天的 天是他的座位 地是他的脚踪 所以天和地都在他的下面 他比天地更大 所以一个这样的自大 大于天地的神 我们可以做一个怎样的电雨 哪里才可以让神进入 让神来安息 你建的一座的殿 无论多大都失不下上帝 其实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比天地更大 你在天地之间能够建筑什么 能够建立一个比天地更大的神呢 答案当然就是没有了 所以神一开始的时候就向他的百姓显明一件事 就是天地都是神创造 神大于天地 所以其实人所建造的一切的东西 都不能够 不能够contain 就是不能够装得到神 但是这个这么伟大的神 第二节就是要说 补充 这个这么伟大的神 神这一切都是他所做的 他创造就有了 但是这位神却是看顾 看顾那些虚心痛悔 因神的话语而战经的人 这里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 人啊 你可以建造一个怎样的电雨 让神住呢 神比天地更大 但是 神竟然呢 其实是住在人的心里面 他体重的是这个 虚心痛悔的人 他与这些的人同住 所以原来不在乎那个电雨 不在乎建筑物的大与小 乃在乎人心 我们的心里面 是这个虚心痛悔的 一帮愿意悔罪的人 如果我们的心是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神就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神不是看电雨 有多弘大 有多金碧辉煌 神看的是人对神有没有心 只要有人对神有心 神就住在他的当中 所以 这些自大自高大于天地的神 原来是看人心 并且住在人心里面 所以第三次就进一步去解释 也是点明当时以色列人的状况 神称这些人为假冒为善 这些假冒为善的人 他是载牛好象杀人 献羊羔好象打折九汉 献公乌 好象献猪血 烧羽香好象清重偶像 这等人拣损自己的道路 心里喜悦 行可征护的事 所以神为什么会叫他们 是假冒为善的人 是因为他们爱在的行为 与他们心里面是不一的 外面的行为 装作是非常敬虔 有宗教的行为 但是心里面却不是这样 但是前面说了 神说他是一个看顾人心的神 他是要住在人心里面的神 所以当他的爱在行为 与里面的心是不一致的时候 在神的眼中 神根本没有办法居住在他当中 而他们爱在一切的行为 也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 这个就是那个状况 这个也是以色列人 在当时的属灵里面的光景 所以难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他责备得最多的就是法利塞人 耶稣如何责备法利塞人 大家都记得 耶稣甚至说 你们是粉色的坟墓 外面很漂亮 但是在里面装的是死人骨头 假冒为善的人 耶稣常常都这样称呼他们 假冒为善的人 这里第三次又说假冒为善 所以这个的称呼是一致的 为什么是假冒为善呢? 在神的眼中这些人所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们拒犯 拒犯的目的当然不是因为我要吃牛扒 所以我劏一只牛 不是 这个拒犯所指的就是献祭 以色列人拒犯是为了要献祭 他们拒犯很像是杀人 杀人是直接干犯这个十戒 拒犯本来献祭是合乎神心意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但是他们行神所喜悦的事情 在神的眼中如同犯罪一样 他们越是献祭就越是惹动神的怒气 因为在神的眼中 他们每一次的献祭就像杀人一样 没有分别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 心里面所怀的是一个恨的意念 他们不是用爱 他们不是用感恩的心 来去爱人的心 感恩的心 感恩神的心 爱人的心 来去将他们的祭物献上 而是他们心里面充满的是鬼诈 充满的是怨恨 充满的是杀人 这样的话 你所献祭都是白献的 所以虽然他们在偶 但是在神的眼中如同杀人一样 新约里面耶稣都说 凡是我们心里面恨一个弟兄的 就如同杀了他 所以这个献祭 神是绝对不起悦的 因为神体见的是人心里面所怀的 所怀的这些恶念 所怀的这些杀人的意念 所以你献祭都是白献的 献羊羔很像截九项 即使你献的是羊 在神的眼中如同 好像打断了狗的头 把狗献上一样 因为在圣经的旧约里面 狗都是属于不洁的 是不可以拿来献祭的 所以你献的是羊 但是在神的眼中 跟献狗没有分别 因为这是神不要的 原来我们的心充满污蔚的时候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献祭 我们的祭物都是污蔚的 因为神不是看我们的表面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 祭献贡物好像献猪血 其实一个比一个严重 你献的贡物好像献猪血一样 以色列人一听到 猪也是不洁的 怎可能用猪血来当礼物送给神呢 这些礼物都成为猪血 成为可憎的 成为污蔚的 烧乳香好象 清重偶像 就算你在神的面前 烧香也好 神觉得这个香也不是给神的 却是给偶像 因为你心里面没有神 你心里面所充满的是其他的东西 这些爱在的行为 神完全都不看 就算怎么样 反而你越是献祭 你越是得罪神 所以圣经里面都教导 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 你要去献祭 你心里面恨了弟兄的话 你快快去和他和好 然后才回来献礼物给神 因为神就是那个怜悯 慈爱 寬恕 这样的一个神 但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带着的都是这些控诉 杀人 苦道 埋怨 这些东西的时候 有点讨神的喜悦 神喜会越纳 神要我们选择的道路 其实是生命之道 生命之道就是建造别人 原谅别人 扶持别人 对吧 所以耶稣说 你愿意人 怎样待你 你就怎样待人 这个才是神要的 所以神说 祂与这些 这些 虚心痛费的人 一起 虚心就是那份的谦卑 痛费就是看见自己的罪 所以你又是罪人 我又是罪人 你有你的软弱 我有我的软弱 你有你的不足 我也有我的不足 所以我不计较你那个的软弱 我接纳 我包容 这个才是神要看到的 你有这样的心 你所献上的 就是土神喜悦 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真诚对人的心的时候 你外面包装得 多么漂亮都好 在神的眼中 这些包装 甚至是可憎的 甚至是丑陋的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责备法律赛人 是责备得最厉害的一群的人 因为他说 这等人选择自己的道路 心里喜悦行可憎户的事 他们按照心里面的邪念 按照心里面的恶念来行事 神一而再一而再的劝 但是他们不听 他们硬着颈项 是都要行神不起悦的事情 但是问题就是 表面还要装着敬拳 所以就是这样的缘故 所以野神大大的法路 神就讲得很清楚 他说因为他呼唤 神呼唤 没有人答应 神说话 他们不听 反到行我眼中看为恶的 简说我所不起悦的 问题就是这里 神一而再再而生地呼唤 叫他们听 要听神的说话 要听神的说话 他们就是不听 继续的拨抑 继续的顶撞神 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选择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 我们看下一个大段落 五到十一节 那怎样呢 第五节 你们因而会说言语战经的人 当听他的话 你们弟兄就是恨户你们 因我明赶出你们的陈说 愿而会说得荣耀 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 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 有圈鸟的声音出自成终 有声音出于电众斯 要话享受的施行报应的声音 石安未曾渠奴就生产 未过腾痛就生出男孩 国岂能一日而生 民岂能一时而产 因为石安一渠奴变身下儿女 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 也会说我既使他临产 岂不是他生产 你的神说 我既使他生产 岂能使他闭胎不生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 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 你们为他悲哀的 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 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 得吃奶得饱 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 鱿鱼擠奶满心喜乐 但是虽然前面神指出 神体重的是人的心 而以色列人的心里面 他们所行的事情让神发怒 不过神也说 也有些人 因而言而语而战经的人 要听神的说话 在这些人里面 也有人真正敬畏神 神对这些真正敬畏神的人 有说话告诉他们 他说你的弟兄就是恨护你们 因我命赶你出去的陈说 其实这些敬畏神的人 是被人赶出去的 是被人赶走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打败仗 国家灭亡被老的时候 有些人是留下在耶路撒冷的 这些留下在耶路撒冷的人 曾经恃笑这些被老的 他们里面就说 我们可以留在耶路撒冷 因为神爱我们 神保守我们 你们这些被老出去的 你们是不行的 你们是犯罪的 一定是神的审判临到你们 但是神在这里竟然说了 一个相反的说话 神说不是 其实这些是敬畏神的人 神就说 当他们赶你出去的时候 他们曾经对你们说 愿意和说得荣耀 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 但蒙羞得究竟是他们 就是这些 将他们赶出去 耻笑他们被老的人 神说最后蒙羞的 其实就是耻笑这些被老出去的人 神的荣耀 神的看顾神的保守 其实是与这些被老的 以色列人同在 因为在神的眼中 神说他们是心里敬畏神的人 反而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 只有宗教的爱学 对神没有真正的心 神的说话他们当以边风 他们只是僵化地持守一些宗教上的条例和习惯 但是里面的生命是没有对上的 这个就是问题了 其实今天我们都很容易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 我们要上上警醒 就是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想的是不是一致呢 我们所做的和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一致呢 如果我们的行为爱在很宗教化 但是我们里面对人没有信心 对人没有爱心 对人没有那份热成在里面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虚假 这个也是一个假冒为善 神不要宗教 神要生命 所以很感恩 神带领六一一一一路下来的时候 我们很体重的是牧羊 我们所体重的是生命 但是所有其他外在的一切都可以改 我们不会拘离于这些东西 但是呢 真正的生命 属神的生命 我们是最体重的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生命的突破、改变和牧羊 所以这些人 嘲笑这些秘老的人 到最后呢 竟然蒙羞的就是他们 第六节 他说 有圈闹的声音出于城中 有声音出于殿众 是夜话享受的、私人报应的声音 他们以为自己留在耶路撒冷 他们以为圣殿在耶路撒冷 他们就OK了 谁知道城里面出现这些圈闹的声音 甚至在殿里面也出现声音 夜话享受的、私人报应的声音 神的审判竟然是来到耶路撒冷 神不是在外邦列族审判那些被老去的人 但是神的审判临到在耶路撒冷当中 因为耶路撒冷里面 以色列人使他们充满了仇敌 圣殿被污围 甚至他们在圣殿里面 是树立偶像的雕塑等等 所以神要震动这座城 城里面充满圈话的声音 圣殿里面充满圈话的声音 但是这个圈话的声音是什么呢 是耶路撒冷是报仇的声音 他要洁净这个地方 其实以色列人将这里污围了 这个本来称为神名下的居所 但是被污围了 神要将它恢复过来 所以有这个大圈鸿的声音出现 因为神要再一次震动这个地方 将一切污围的震出去 虽然天地也不够神去居住 但是神简选了这个地方 所以神要再一次将这个地方结证过来 《以赛书66章》第六节 对我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就是我刚刚早期在611的时候 我还在职场 我还没有全职 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飞机去公干 在飞机上飞到加拿大十多个小时 在飞机的途中 就有一个伯伯在机上 突发性心臟病 但是救不回 那个伯伯就死了 那怎么办呢 因为飞机继续要飞 所以空中服务员 就把伯伯的尸体 放在其中一格的洗手间 然后锁门 我坐的位置正好 就是在那个洗手间的前面 所以我看着他抬那个伯伯进去 我全程的飞机 就知道那个尸体在我背后面 你想想一下这样的状况 很累 慢慢就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 嚇我一跳 我发了一个很特别的梦 应该这么说 我梦见了什么呢 我梦见了一个很巨大的撒旦 在我面前 他一伸手过来 就把伯伯捉住 然后头在这边 就是手这边伸出来 脚在这边伸出来 只看到一个头和一个脚 然后那个很大的撒旦 就把手收回去 然后我就听见一个很真灵的笑声 然后他就说 你们是611 我是666 666大过611 我吓得全身汗就扎醒了 一扎醒了 马上就当然要祈祷了 不断祈祷 不断祈祷 又不知道自己可以说什么 就方言祈祷 方言祈祷 突然间就有一个意念闪过 这个意念就是 应该是神的声音 圣灵就跟我说 好啊 他说他是666 你看以赛牙书66章6节 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 66章6节 一打开66章6节的时候 有圈蛙的声音出自城中 有声音出于殿中 只要我向受敌 施行报应的声音 所以神说 我比老老老老大得多 因为神说 我要向受敌施行报应 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成为了 我知道神呼召我 要进入全能服侍 做医治释放 就是这一节的圣经 给我的一个 confirmation 也是那一次的经历 那个梦里面 我跟神说 神啊 我们要显出你的荣耀 因为我们的神比受敌更大 受敌多么张狂都好 就算他自称为666都好 但是神要向他报仇 所以城中有圈蛙的声音 圣殿有圈蛙的声音 因为神施行报应 神要在他的仇敌身上 大大的来到去报仇 以至到神的荣耀显明 所以神在这一章圣经里面 就是这样来到去 告诉以色列人听 神要再一次的震动耶路撒冷 要将里面一切的仇敌清出去 清出去的时候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第七节后面所说 因为石安未曾渠奴就生产 未过曾痛就生出难下 过喜能一日而生 闻喜能一时而产 因为石安一渠奴便生下儿女 这样的事 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 也话说 我既使他临产 喜不使他生产 一直下去 为什么神要震动以色列呢 为什么神要震动耶路撒冷 要向仇敌施行报应呢 因为神要重新结证这个地方 当神重新结证这个地方的时候 以色列要复活 今天你看到以色列国破家亡秘老 在当时来说 但是神在这个时候 发出一个言语就是 祂要再一次震动耶路撒冷 当耶路撒冷被震动 神向仇敌施行报应的时候 以色列要复国 以色列要复活 所以神就说 过喜能一日而生 闻喜能一时而产 但是石岸只要一渠路的时候 就生下而予 意思就是 有哪一个国家 可以一日之内复国呢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 只有一个以色列 但是神所说的话 必然成就 这些被老到列邦的人 众人都以为他们被神所离弃 但是原来不是 神要再一次震动 去洁净耶路撒冷 再一次让以色列复活过来 这些被老到天下的人 要回归 重新回到神所给他们的土地上 重建上帝的国度 耶路撒冷要重新 再一次成为上帝之城 这就是神所发出的预言 结果非常感恩 1948年 这件事情 果然成就 以色列所写的时候 距离1948年 足有几千年 但是问题就是 神的说话绝不落空 1948年的时候 以色列真的 一日之间就立国 他们一日之间就成为一个国家 被老到天下的以色列人续续续去归回 重建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真的是一个神迹 一日之间立国 一日之间立国 就被阿拉伯联军围剿 这些阿拉伯的几个国家的联军 他们声称三日之内 就要将以色列推入地中海 让它不复存在 这个就是很出名的 以色列的独立战争 这一场仗一开打 没有想过 战争的结局 竟然是以色列大获全盛 当然当中有一个关键 就是他们当中 其实你想想 以色列刚刚立国 枪又不够 飞机又不够 坦克又不够 就算有美国送了一批 这些战机和坦克给他们 都没有人懂得拿 他们真是很奇怪 这个民族真是神器大大的帮助他们 他们是一边贴着那些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 一路看着就一路拿坦克 一路看着这个使用说明书 就一路拿战机 很多人都是一身人 第一次拿坦克 这样就在战场面 射出实弹去打仗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竟然胜过他们的仇敌 而且领土抗充一倍 这个就是 因为神在这里说了 他要重新的复兴这个地方 国要一日而生 民要一日一时而有 神说得出 果然做得到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小插曲 其实当时这一场仗最关键的一个时候 就是联合国下令要停火 停火七日至十日 这个停火 其实就救了以色列一命 因为他们就趁这么短的时间 招聚不同的人 当时很多在其他地方居住的以色列人 他们就包机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参与这一场战争 要守卫他们的国土 阿拉伯世界就觉得 就算我停火十日也好 十日之后 即是你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算给你十日时间 一开放也一样将你剿灭 这个就是他们的想法 但是没有想过 这个停火期间 一过去之后 以色列就折折的胜利 这个联合国所下来的停火令 刚好就是6月11日 所以这个小插曲也很特别 神就是这样说 所以神说 我要使祂临产 谁可以阻止呢 谁都不可以阻止 祂豈能避胎不生 神要伸出一个国家 就伸出一个国家 神要复兴耶路撒冷 就复兴耶路撒冷 所以神说 你们爱慕耶路撒冷 要跟祂一同欢喜快乐 就是当耶路撒冷被神重建 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要跟耶路撒冷 一同欢喜 他们都要看见神的荣耀 好似枝奶的满身欢喜 当以色列这样去复兴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会看见 当所有人看见的时候 我们要跟祂一同欢喜快乐 这个也让我们看见 神的心意从来都没有放弃以色列 没有放弃耶路撒冷 在末后的日子里面 神要再一次的重建 再一次的复兴耶路撒冷 复兴以色列 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 神耶和谷如此说 也必如此成就 所以十二节 我们再看十二到十七节 耶和谷如此说 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 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 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 你们的骨头必得知羊像乱草一样 而且 而和谷的手向他博人所行的 必被人知道 他也要向仇敌发怒恨 看哪 而和谷必在火中降临 他的车俗 将旋风 以烈路撒行报应 以火焰施行责罚 因为耶和谷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 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 被耶和谷所杀的必多 哪些分别为性 结证自己的进入圆内 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 吃猪肉和仓鼠 并可真之物 他们必一同灭绝 这是耶和谷说的 这一段从十二节 这是耶和谷说的 十七节最后一句 这是耶和谷说的 一再强谷这是神所说的 而神所说的说话必然成就 神所说的说话有两样东西 前面就是说到 神说要使得平安延及他 这个他就是耶路撒冷 好像江河一样 要让列国的荣耀 延及他 如同仗日的河一样 曾经神用江河用这些河水 你形容神的审判 你形容列国对耶路撒冷的公平 将冤极审判 但是神要把它翻转 这些江河 反而将来要成为 将平安带给耶路撒冷 将荣耀带给耶路撒冷 这些江河本来就是指外邦 指到以色列的强敌 但有一天这些强敌 反而要带来以色列的祝福 以色列要重新的被建造 耶路撒冷要重新的被复兴过来 他们就好像这些孩子被 怀抱在立旁 摇弄在室上一样 母亲如何安慰儿子 神照样安慰他的百姓 安慰以色列 安慰耶路撒冷 这个就是神所说 神要他们得安慰 这些从前欺负他们的人 要倒过来成为他们的祝福 所以这个也是神向耶路撒冷 显明他的爱 但是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在耶路撒冷如此说当中 你也看到神向爱他的人 这些愿意敬畏他的人 神就为他们施行安慰 让他们好像得草食一样 心中快乐 但是神向那些仇敌 向那些行可真之事干犯耶路撒冷 得罪神的人 神说 耶路撒冷必在火中降临 他的车毒仗船风 以列路撕行报应 对于这些犯罪 还紧到底都不肯悔改的人 神要向他们撕行报应 甚至向这些摧毁耶路撒冷 大大的得罪神 流无孤人血的人 神要反手来向他们撕行报应 但是当神一撕行报应的时候 就不得了 因为他要在火中降临 他的车毒仗船风 他要以列路和火焰撕行报应 和扎佛 在这一切有血气的 这些犯罪的人身上 火与刀施行的审判必然临到 被耶路所杀的必多 就是这些人 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其实他们无法存留 在神的面前 无法站立得住 那些被分别为圣 揭证自己 进入圆内 跟其中一人 在其中一人后头 吃猪肉和仓鼠 并可争之物的 他们必一同滅亡 其实以色列人当中有混习 有些不敬不拳的人 混习在当中 他们竟然在当中吃猪肉和仓鼠 这些都是污蔚可憎的东西 神要将这一切的东西都灭绝 震出去 即是神要重新结净他的文 他不仅要结净圣殿 不仅要结净耶路撒冷 他亦都要在他的文中 施行审判和结净的工作 来到去新约的时候 耶稣就讲得更加清楚 物子和拜子一同的生长 但是去到末日的时候 神要将拜子完全的 从当中来到去清出 以至到神的荣耀可以降临 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 18到24节 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 事后将到我必将万民万俗 最来看见我的荣耀 我要显明神迹在他们中间 逃脱的我要猜到列国去 就是他斯普勒拉公的路德和土巴雅院 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 没有看见我荣耀寥远的海道 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 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 使他们挖骑马、挖坐车、挖坐轎、挖驾雷子、 挖毒风陀到我的圣山 耶路撒冷作为公物献给瑶华 好将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 圣公物到瑶华的殿钟 这是瑶华说的瑶华说 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 为利美人 耶路华说 我所造的新天新地 怎样在我面前长存 你们的后裔 我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 每逢月朔安世日 必有血气 凡有血气的 必来在我面前下败 这是瑶华说的 他们必出去观看 哪些违背我人的厮守 因为他们的从事不死的 他们的火事不灭的 凡有血气的 都必争护他们 神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意念 神是看人心 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 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行为 这个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很容易就想起启示录 启示录的时候 主耶稣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我知道你的意念 安明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这个是启示录里面 我们下个星期会 神讨会进入启示录 所以神根本就知道 神看到我们里面一切的东西 知道我们的行为 知道我们的意念 事后将到 但是神施行报应的时候要到了 万物的结局要到了 神要将万民万俗都招聚来 从前不认识神的人 神都要将他们招聚来 让全世界的人 看见神的荣耀 神要显出神迹在他们当中 当然当时的以色列人觉得 这些被老的人是被神离弃的 是犯罪的 但是这幅图画 恰恰是相反的 这个相反是什么呢 神将咒座化为祝福 本来他们被老到列邦 被老到天下当中 是一个极大的咒座 但是神却是在列邦当中使用他们 以至福音直着他们 全遍万邦 他们所被老去的地方的人 要因着他们 看见神的荣耀 当这些列邦、列邦 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 一个图画会出现 就是这些爱邦的人 这些在遼远的海岛当中的人 因为这些以色列的愚民 被老去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他们全讲神的荣耀 因此这些列邦、列邦、列邦 甚至是辽远海岛的人 因为得见神的荣耀 所以他们就牵卑下来 然后就将这些被老的以色列人 从列邦当中送回去 送回去神的国里面 送回去以色列 他们甚至送回去的时候 就是挖骑马、挖车、挖轿、挖轿、挖毒蜂 其实在中东 当你能够挖骑马、挖车、挖轿、挖轿 挖毒蜂的话 就是尊贵人 其实中古以前也是 古代的 尋常老百姓 哪可能会挖轿 又或者在民国初期的时候 全世界 汽车都是很稀少的 坐得起挖车的人 那些就是非负责跪 所以在这里 就是把最大的荣耀给这些以色列人 让他们带着尊贵荣耀 送他们回去以色列 送他们回去神的面前 当他们这样送的时候 在神的眼中 他们好像将这个公物献给耶和尔一样 原来当我们让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对神的献制 神的眼中是非常喜悦的 我们都要祝福中国 中国都要起来 将以色列人送回去耶路撒冷 因为中国其实有很多犹太人在里面 当初秘鲁 六百万人带屠杀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犹太人 落会在中国 出名的 比如开封的犹太人等等 所以我们都要祷告 将来这些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 都要回到以色列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当外邦人这样做的时候 在神的眼中 就如同献制一样 当我们用这些车、马、东西 将以色列人送回去的时候 神说就好像以色列人 用这个圣译的器皿 来装这些祭物 封到耶路撒眼前一样 所以耶路撒说 我也必从他们中间 取人为祭司、为利美人 这个他们所指的就是我们这帮外邦人 当我们能够这样贴近神的心意而行的时候 神以我们为祭司、以我们为利美人 事实上我们没有资格做祭司 我们更加不是利美之派 但当我们这样去做 当我们能够贴近神的心意 能够爱神所爱的时候 神以我们为祭司、神以我们为利美人 这个就是耶路撒说的 所以他说我要做新天新地 这个新天新地要在神的面前长传 照样敬虔的、爱神的 这些人的后裔也要照样长传 每逢月朔、每逢安息日 犯有血气的都要来我面前下拜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天 神震动这个天地 神復兴耶路撒冷、復兴以色列的时候 天下贵日、天下之间只有一神 犯有血气的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下拜 而这件事一定会成就 因为这是耶路撒说的 24次他说 你们必出去观看 哪些违背我人的私手 因为他们的从事不死的 他们的伙事不灭的 犯有血气的都必争护他们 相反那些不敬虔的、不爱主的人 最后会怎样呢 那些犯罪的心里面充满的 就是诡诈、害人、杀人 这些充满污蔚的人 人要出去看他们的私手 为什么呢 他们要得到一个警戒 因为当他们看这些人的私手的时候 发现在他们身上 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其实这幅图画 以色列人看是很有感觉的 因为我们知道 在耶路撒冷的旧城 其实有很多门 其中一个门就叫糞厂门 是他们把糞便、垃圾 就是城里边的垃圾 拿出去的地方 出去之后 其实他们有一个谷 在那里会焚烧这些垃圾 焚烧这些东西 当焚烧的时候 那些虫就会跑出来之类的 所以那个地方是污烟涨气 是人很难去 就是没有人想靠近的一个地方 其实这幅图画 让我们所看到 就是将来地狱的景况 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里面充满的都是一些可争户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就要好好预备我们的人生 好好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 究竟我们将来是荣耀地 光辉地进入新天新地 进入新的圣城耶路撒冷 还是我们落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 焚烧的结局呢 两个的结局都在我们的面前 由我们来做选择 究竟我们走哪一条路 我们要走的是生命之道 我们要走的是跟随神的 那个荣耀光辉的道路 我们要走的是跟随神的爱 寬恕、怜悯、拯救 带给人的这样的生命 我们要走的是生命之道 爱的道路 而不是灭亡的道路 所以去到以赛书66章的时候 将这幅图画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让以色列人清楚看到 究竟你应该走的是哪一条路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得着 这一份属天的智慧 作最正确的选择 Amen Alleluia Let's rise and worship our Lord Lord Jesus sit on the throne Worthy of our praise Alleluia 圣洁耶稣 你保证的财产 阿雷 你保证的财产 圣洁耶稣 圣洁耶稣 你保证的财产 阿雷 你保证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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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待你为王 荣耀都归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他能掌心的地 阿雷 阿雷 你保证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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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就在这里 祂能掌心彻底 德撒拉闺女 只要圣主耶稣 祂在这里 我们魂魂陷阱 拥戴祢为王 荣耀都归于祢 君王就在这里 祂能掌心彻底 德撒拉闺女 只要圣主耶稣 Lord, we praise You this morning. You're sitting on the throne. You're worthy of our praise. You're the one who created us, who created everything you want. You're the miracle of the work of us. Who can build a throne for you? Who can build a house for you?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lives.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You are here, moving in our lives. I worship You. I worship You. You are here, working in this place. I worship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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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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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多谢赞美你 祝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是借着你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去到父那里 祝我们今天要再一次地来认定你 认定你就是我们的神 认定你就是我们的理睬 认定你就是我们生命里的盼望 祝你今天再一次地 让你的圣灵囂灌在我们的里面 祝你来光照我们 祝你来帮助我们 再一次地来教对我们 我们不再要有骄傲 我们不再要有自以为是、自我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必然得着 祝我们要再一次地牵卑在你的面前 祝你来圣经我们的不足 我们的狹窄 我们的限制 我们有很多的框框 我们有很多是我们看不明白 祝你这一刻 就用你圣灵的大权来 砍水一起在我们里面 自以为是 祝你帮助我们今天再一次地 来省察我们的生命 你对准神 你对准我们的主 祝我们多谢赞免你 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 基督的名义求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今天这一张 牧师画给我们一个眼光 这一张是我们 要为我们的明日 为我们的忠告 要来作准备 是我们人很想知道未来 对吗 我记得 偶尔最近 这两三年 经常都说 有什么印度神童 就要说寓言 然后大家就 说什么呢 先看看 接着就说 是否中 大家就很 很高兴地 看看 是呀 这次中 好像又不是很中 大家就 里面 就有一种很想 其实人真的很想知道未来 很想 我们知道一些东西 来我们有一个心理预备 但是今天牧师和我们分享 其实神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 神不是要我们猜猜 神不是要我们很旁黄 不知道怎么 在这一章里 神很清楚 已经将明日 将忠告告诉我们 不过我们信不信呢 甚至在这一刻 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 今天呢 这一章里面 很清晰 将两个的结局 告诉我们 一边呢 是呢 神 我们在神的荣耀光辉的里面 我们可以 好像经文所说 我们的心可以 欢喜快乐 跟神一样呢 在神的里面 我们是满足的 我们在神的里面 是有那份的平安 我们在神的里面 得着安慰 我们在神的里面 同得那份的荣耀和福分 相反的是呢 如果我们没有 选择在神的里面的时候 原来一切都是枉然 因为我们呢 会活在呢 我们要落入一个 永不灭的火 我们要落入 柳黄火湖的里面 好不好呢 今天我们再一次 就在神的面前来自圣 神话呢 祂知道我们的行为 祂知道我们的意念 祂知道呢 我们每一个人 所做的事情 没有任何一样的东西呢 可以在神的面前隐藏 而神尋找的呢 神尋找的是 第二节所说的 祂要看顾那些 虚心痛悔 因我怀疑 因我怀疑 战经的人 虚心痛悔 因我怀疑 战经的人 我们是不是一个 虚心痛悔 因神的怀疑 战经的人呢 我觉得有些时候 其实我们都真的 很需要求神的射面 很坦白说 有时候听神讨 或者听港道 可能我们都会 哪一天就搜索手机 触一下WhatsApp 或者上下网 搜索IG 看看不同相片 其实我们都没有一个 真的很对神话语震 敬经 敬畏的心 我们很想好像 争取时间 可以的 我重担任的 我可以做着这些 又听着牧师说 没问题的 但是今天 神再一次来提醒我们 祂要一个 虚心痛悔的人 祂是在寻找一些 对神话语 战经的人 是很敬畏 敬成的人 好吗 我相信我们 每一个都应该试过 一路听着牧师说的 一路用手机 我相信 就是所有人都试过 这一刻 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 再一次的虚心 再一次 求神去赦免我们 跟神说 我们 没有真正的 那一魂的敬畏 神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回来了 我们已经很好了 但是 但是主 我们没有 真的认真的 一字一句去听 一字一句的 刻在我们 心眼的上面 主要求你 我求你赦免我们 主要我们没有对你的话语 有十足的认真 主要你赦免我们 我们只是做一个 去由奇表的 去由其表的 基督徒 主要 甚至我们也觉得 我们也不差 我们也挺好 不错 神 求你拿走我们的骄傲 主要再一次的 把痛苦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我们有多么的丑陋 我们有多么的黑暗 主要求你再一次的 你赦免要赦我们 帮助我们 再一次保贵你的话语 再一次的 看重你的话语 主要你一次又一次 跟我们说 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如此说 是你真是很想很想 我们听进去 是你真是很想很想 我们明白你的心意 是你真是很想很想 我们捉紧 这一刻 我们走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走进 那份的风声混淆的里面 主要求你这一刻 再一次的 将那份 爱无理话语 对你的话语 那份的战经 让你放在我们的里面 第一节目好吗 我们这一刻就来开声 为自己来祈祷好吗 对神话语的爱无 对神话语那份的敬畏 对神话语那份的战经 和汉重 我们就来开声 为自己的生命来到去祷告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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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祈祷 耶稣你再一次说 我们要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自保 爸我愿意就将一份 更渴慕你话语的心 你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再愿意你亲自用圣灵来开启我们 再将那份爱慕 还有能够看出你话语的那份真宝 那份眼光将你放在我们的里面 爸爸愿意亲自的你与我们同在 再我们真的宣告 将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方向 就是给我们前面脚上的那份椅子 那个光 爸爸我愿意亲自的你开我们熟灵的眼睛 让我们真的见到这个重要 再让我们真的每一天 警醒在你的面前来演读你的话语 警醒在你的面前来接受你的话语 原来让我们能够消化你的话语 并且活出你的话语 弟兄姊妹可否举手 我们为新裔的港台来祷告 好吗 我们来为新裔 能够宣讲神话语那份恩高来祷告 我们知道真的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取替神话语那份能力 好不好我们就开声为新裔的港台 为新裔我们每一个有份分享信息的同工 无论是成人的 儿童的 青年的 我们都宣告 真的我们是带着神的那份感动 神的那份恩高来宣讲神的怀 让我们一起来开声来祷告 祝耶稣奈奉你的名求你亲自来恩高我们每一个同工 每一个真的有份分享话语的义工 还有愿你亲自来兴起我们 还有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先来敬畏你的话语 并且使用我们的口 能够宣讲你自己的话语 还有我们宣告 还有当我们宣讲你的话语的时候 还有你的话就要像两人的利剑的一样 还有能够刺穿人的心身 人的灵的内边 爸爸我就愿你继续祝福我们 还有愿你这个港台是兴旺的 最愿这个港台是充满着神的那份话语 那份的恩高能力 最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 愿你整个的生涯 最愿我们是一个爱慕你话语 渴慕你话语的子民 最愿你的话语要从这里来传开 你的光要来照片整个的香港 最愿我们多谢赞美你 最后今天这里 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mission 在二十节 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事 他们挖骑马 挖车 挖车 挖累子 挖独陀峰 到我的姓山 耶路撒冷作为公物 牵挤耶和华 好象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 姓公物 奉到耶和华的殿钟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说他要透过我们 学来帮人 兴起 要叫 要来到再将福音 传回耶路撒冷 要再一次来到领犹太人 要再一次归回在神的殿里面 原来这个是神给我们很重要很重要 在末日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也都神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所以这件事是必定成就 可能说他这一刻 我们觉得我们跟以色列很遥远 或者你会觉得我怎么传 但神说他就有办法 好吗?我们最后一起来到他起床 我们围着我们自己 围着特别香港的教会 我们刚刚这个礼拜分享门户 对吗?围着澳门的教会 香港的教会 台湾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来祷告 求神来成就这一刻 他最后在末日的心意 我们要再一次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要让神所爱的子民 都要归回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一起开心来到他祷告 神聚在? 武器联合在这一刻 上张福音传回来祷告 可爱是很快爱 在香港、在澳門、在台灣的教會 將我以色列的心囂觀在我們的中間 最後很想請我們其中一個很愛以色列的童公出來 去祝福以色列,我請了Baraka 她的心常常都記掛著以色列 她的心常常都知道她的意象就是以色列 我們請我們的童公帶領著我們 一起祝福以色列,為以色列祷告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來到你的金錢 主,我們感謝你讓我們成為外邦教會 主,我們感謝你的心意 讓我們也有份在你的救恩中 主,等如牧師所說的 將外邦教會和猶太人加在一起 就是這個教會的統稱 跟所代教會一樣 One new man,一個新人 一個新人 主,我求你先將這個一個新人的概念 這個家人放在我們的裡面 主,不是一個事工,是一個愛 主,整個以賽亞書 我們親親實實看到你是多麼愛以色列 主,你將這個愛給我們 用你的眼光來比過我們 從我們的心裡出發 紀念到神,這班是你所愛的人 因為愛,我們願意踏出去 因為愛,我們願意走在這個命定的裡面 主,多謝你讓香港成為門戶 是中國的南大門 主,多謝你挑選華人 在這個福音一拍的當中 主,多謝你挑選新銳 在當中有份 主,我們用信心領受這個門戶的恩糕 一波一波一波,一個一個這樣帶下去 祝我們多謝你,贊美你 祝我們將這個愛可以擁抱成家人的時候 神跡就要在當中發生 祝你,多謝你 讓新銳可以帶領猶太 一位猶太帝希能夠歸主 祝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開始 一個美好的開始 有更大的工作在前頭 祝我們藉著這個希伯倫 我們說我們迎上去你的心意 摸著你的心 對準你,體貼你 與你的旨意速速的成就 多謝你聽我們討告 奉主耶穌基督的命 Amen Amen 弟姐妹,請聽神的話 二才書66章第一節 而我說 如此說 天是我的座圍 地是我的腳椅 你們要為我做何等的電雨 哪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而我說 這一切都是我手所做的 所以就都有了 但我看顧 但我所看顧的 就是虛心痛悔 因我話而賤經的人 但我所看顧的 就是虛心痛悔 因我話而賤經的人 以色列人被老 但當他們被老到天下的時候 他們欠被下來 他們反省 他們知道自己錯 他們知道是因為他們離棄神 所以他們被拋在列國當中 甚至被屠殺 但當他們看見 當他們悔改的時候 神將他們如真寶一樣 運回去耶路撒冷 相反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驕傲 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什麼 以為自己了不起 以為自己比別人更聖結 以為自己比那些被老的 更有神的體從 結果 他們成為神的仇敵 迎向審判 所以看見姐妹 能救我們命的 是謙卑 我們要領受這一份 聽神的說話 因為神與虛心痛悔的人同在 敬畏要說話的人 看寵神話語的人必然得救 我們一起為我們自己的生命 來祷告 聖靈求你 進入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面 將一個 學無愛無理話語的心 放在我們的當中 將一個謙卑受教的心 放在我們的當中 主下我們要懂得迴轉 我們要懂得痛悔 我們要看見我們所作的 哪些是誤討神喜悦的 當我們承認 當我們悔罪 當我們迴轉 當我們改變的時候 主的恩典就要臨到 我們要再一次在神的手中 如同真寶一樣 被獻在神的面前 成為禮物 我們要再一次在神的手中 成為華觀 成為免留 成為神所喜悦的 願主幫助我們 願聖靈感動我們 常常將悔改認罪 將謙卑的心放在我們的當中 以至到我們學懂去敬畏神 學懂去跟從神 讓神的榮耀祝福 透過我們彰顯出來 主我們多謝你 聽我們的祈禱 奉耶穌基督的命 Amen 感謝主 我們今早神討就到這裡 願祝福大家